如果你在Python裡面要放一個清單的話 我是覺得相對如果說跟Excel比的話 Excel好處是直接放就看得到啦 因為它有所謂的儲存格 還有所謂的範圍可以讓你放資料 我是覺得這當然是很棒的一件事 可是問題這些東西 你必須要滑鼠鍵盤去把它完成 那當然以後如果你資料一多 當然就不太適合 可是如果說你要用Python來做的話 記得第一個一定要建一個空的list 第二個再利用list 這個變數後面加一個append的方法 然後把你要放的資料給放進來 它這個最後的結果就是會幫你把一個一個的資料 就放到那個裡面去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像這邊假設我剛剛的這幾個數字 一個一個放的話 那當然你如果輸入10個 它就幫你放10個資料 那最後的話我把它print了出來 你會發現 它print了出來的結果 它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本來是一個中瓜糊 它裡面的話就是一個一個放進來 中間加豆點的這種形態 那因為我有轉型 所以它裡面放的 就會是一個一個的 這個整數 當然如果你沒有轉型的話 裡面當然就放一個一個的次串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已經放進來 一定要記得轉型 因為如果轉型的話 它就不把它當數字 可能這個地方就會產生錯誤 那再來的話我怎麼比大小 所以底下部分的話 我就用什麼 一樣 用 這個 我這邊再增加幾個東西 我底下一樣把這個程式 把它開起來好了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增加一個變數 什麼變數 我這邊也許叫maxc好了 這個maxc就是出現次數的一個變數 預測值等於0 以後的話呢 那第一個我先增加這個變數 第二個的話呢 那再來我就講 一個一個的把這個list資料讀出來 讀出來特別注意 前面好像有大概跟各位講過 如果你要把list 這個1裡面的變數讀出來的話 那你就變成說 你要在這個list1後面加個中瓜糊 然後給它的索引值 比如說我要把34代出來的話 那你就是list1中瓜糊0 18的話就是放1 一時類推 那裡面總共有10個 所以到9 也許你放9的話就也是18 OK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呢 到底它的出現次數是幾次 所以我可以用剛剛講過 有一個list 這邊有個list的方法叫點count 所以我可以點count 瓜糊之後的話 後面怎麼樣 就是給那一個元素 所以那個元素就是哪一個次 我可以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怎樣寫 底下的話我可以寫一個for回圈 一樣跑10次 意思是說 我把裡面10個數字一個一個把它帶出來 帶出來之後做什麼呢 如果 特別注意哦 如果我要把那個 它的那個值的出現次數算出來的話 特別注意哦 我可以用這個方法 list1.count 瓜糊之後的話 後面怎麼樣 你就放一個list1 中瓜糊i 中瓜糊i 特別注意哦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個i的值 從0開始 所以它這個地方就是放個0 0的話 先把34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的話 我們就用list1.count 把它刮在裡面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就是這個34總共出現次數幾次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應該回來的結果 裡面好像34只有1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1了 ok 那因為呢 這個maxc 它預設是0 所以呢 有沒有大於maxc 應該是有 有的話呢 那我們就怎麼樣 把目前的這個 裡面的次數把它放到哪裡 把它放到maxc 也就是把這個 這個裡面 計算出來的次數結果 放到maxc 那等於就是蓋過來 這個時候maxc裡面就放1了 那你想說 等一下 後面的話就變成說 我再把18 帶過來 18的話呢 它裡面次數次數 只要是有3次 有沒有 那所以呢 這個裡面得到的結果 那就會是3 那3有沒有大於 剛剛已經變1了 有沒有大於有嗎 所以再把什麼 再把那個3的次數呢 放到maxc裡面去 ok 而且還要多做一件事 把那一個list 1的第幾個 第2個 其實裡面是放1 其實抓到這個 然後把它什麼 放到n裡面去 那也就是說 它一個一個去 count 那個數字出現的次 當然你會發現 裡面可能18 8 這邊有3個 那也就是說裡面可能會有 3會出現3 有3次 可是因為呢 3有沒有大於3 沒有嗎 所以其實基本上 只會抓第一次 18那一個 ok 你想說老師那 是不是可以還另外一個方法 不用跑那麼多次 就把它移除重複嘛 像剛剛那個我們Excel裡面 可是問題啊 你要移除重複 要多做一件事情 程式相對的比較複雜 那可不可以移除重複 可以啊 其實在 Python裡面如果你要移除重複 就可以用SET SET刮弧啊 把例子1放進去 SET回來的東西 就是不重複的了 SET OK 其實好像在那個 正道考試的第7還是第8類裡面 也有考到SET SET的話就可以取得不重複的值 OK 這個可能要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講 分別把次數最高的3次留下來 然後呢 次數最高的那個數字 放在N 然後分別把N print出來 把MathC print出來 那結果就OK了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 我把那個print list 1 這個把它關掉 最後結果的話 我把它再跑一次 這個把它再試一次 那裡面的話就執行 一樣我就把這個清單給它 Enter一下 得到18跟3 那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大概是這樣的 那這個604的結果 那剛剛有同學來問 因為這個第1 程式碼的解答有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預設 是在第1跟第5 所以你們在雲端上 好像只有看到第1跟第5 那但是其實我第6跟第9 主要是 我沒有把它開放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上課是到1到5 那剛剛同學有來問 而且有需要的話 那當然我是傾向 當然如果你們願意 你們要需要這個東西 而且是會願意將來會再學習的話 那當然我就還是很願意把這個分享給各位 因為畢竟這個城市每一個地方都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OK 其實我很願意給的是說你願意學習的人 OK 那你也可以願意把這個東西 將來呢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東西也可以把它打開 可能你就將來 可能你就將來課後 這課之後你回去就要把6到96也把它練完 你再去打開 OK 沒有壓力太大了 算 反正我 當然我會希望說這個是可以真的幫到各位 所以我待會也會把它共用出來 所以你也許如果需要這個東西 我就把它 這個本來限制有沒有 知道連結的 OK 那你待會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打開的話 就有後面6到9類的一個相關的參考答案 所以剛剛這個重數部分的話 底下就是一模一樣的城市在這邊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當然呢這個參考答案 是我自己習慣的寫法 所以如果將來你覺得這種 這個參考答案的寫法 你會覺得自己寫卡卡的話 我是建議啦 沒關係 你上面可以用你自己習慣的寫法寫都沒關係 因為其實 真的還是 城市還是要自己用自己習慣的敘述邏輯 寫出來的你就最不會忘記 所以像我去參加那個政調考試之前 我一定會把所有每一題 全部都自己重新做過 即便是那個 就是那個單位他沒有提供參考答案 但是說真的那個參考答案 我怎麼看就怎麼覺得 不是那麼習慣 所以我一律還是要重新寫的 我不然的話說真的 我其實我印象中我之前有一次經驗就是說 我是真的看人家的城市 然後也參加考試後發現哇 整個都非常的不順利 因為在記說 到底那個城市怎麼寫的 我奇怪我明明我練得很熟了 我記得很熟 但問題我考試的時候 一緊張 真的就全部忘記了 反而後來我發現 考試會很流暢 都是因為我每一題全部都自己寫過 用自己的習慣邏輯寫 甚至把變數名稱也都改成我自己習慣的變數名稱 整個寫 哇真的就整個就順利 整個就很順暢 因為全部都是自己想過的嘛 OK 所以這個可能提供給各位參考 有時候城市有時候不是說叫你要硬是背別人的東西 就是說你可能剛開始可以 但是未來也許都非常容易忘記 什麼東西最不會忘記 就是你自己親自寫出來的東西 OK 你會覺得哇這東西很熟悉 所以不管說怎麼樣 以後如果即便你打字慢 或者是說你城市寫的慢沒關係 反正你是經過你思考之後 打出來的東西 那才是你的東西 哪怕將來出了BUG 出了錯誤 沒關係你把它解決掉 那你會發現印象非常深刻 其實除錯其實也是寫城市的一部分 沒有人說從寫城市開始 從來不出錯的 哪有可能 OK 當然我們寫城市也是寫錯非常多 只是會有練到說哪一天不太出錯 就是因為我們錯太多了 才有辦法不出錯 你怎麼可能什麼都不出錯 剛開始還不是錯得一塌糊塗 才慢慢慢慢修正 原來我們這樣寫不太對 慢慢慢慢修正慢慢思考 所以其實寫城市是很花時間的 而且很花腦力的 所以如果你有失眠的症狀 失眠的問題 最好的方法就是來學寫城市 晚上絕對沒有失眠問題 真的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你很認真在把城市寫完之後 發現真的睡眠的品質突然變得非常非常好 這也是我老婆告訴我說 你真的很厲害 躺下去馬上睡著 我說因為太累了 因為寫城市寫得太累了 所以躺下去馬上真的就是一照到天亮 所以這個也許 所以如果說你會有失眠問題的人 是不是說因為你的腦袋沒有充分被開發 沒有充分被應用到 所以一直那想的事情 可能平常白天用的都是那種 比較不需要用大腦的 所以做出來的事情也都沒有經過大腦的事情 那種人應該比較容易失眠吧 OK 所以說存儲這個推論 OK 所以這個當然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這一題而已試做做看 可以拆解成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先把這個十個數字放到串列 第二步的話再比較說 用那個list裡面有個方法叫點count 算算看 所以點count的有點像 那個excel裡面的count if這個函數 有沒有 點count的 雖然它叫點count的 但我覺得它名稱有點類似叫點count if 瓜糊裡面就放那個字 它出現 它那個數字出現的次數 它會return回來 OK 類似像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多地方都有固定的用法 像你說樞紐分析表 像最近昨天才參與一場Power BI的研討 而且它是考證照的 一整天在學校辦的然後很非常非常硬 它是一整天的研習完之後接下來就馬上要考證照 而且證照是圓就是微軟的而且是考那個英文的原文證照 簡直是太硬了 不過我發現我花最多時間真的就是在看英文 感覺裡面的意思都知道 但問題 你要用英文 明明它提供都是中文版 但考試就考英文版 這就導演蠻麻煩的 OK 不過蠻有趣的 像Power BI 其實也是不錯的工具 做起來其實蠻漂亮的 但問題有些地方 比如說你要匯入一些資料 或者你要爬取Data mining 刷資料部分 因為它沒有程式這部分 所以很弱 那怎麼辦 你可以用藉由Python 或藉由VBA 先處理好 再丟給它吧 不然如果你前置作業 你要靠Power BI做完 我們看你恐怕你要花很多力氣 所以有些時候 使用工具就可以混搭一下 像前置作業 對有沒有 我還是建議 還是非得要用程式來玩 那後面有些視覺化的部分 它可以做一些像那種Dashboard 就像儀表板有沒有 老闆最愛的 直接點點選選 馬上可以看到公司 哪一個員工的表現KPI最差 有沒有 然後哪一些是最好的 那當然就是最差就來叫過來 了解一下 最好的是獎勵它一下 這樣的話公司第一 員工就好自理 那第二個 產品哪一個賣的最好 哪一些賣的最差 可以馬上 儀表板馬上就可以得到結果 這樣的話呢 做決策就很棒 所以如果說一家公司 能夠有這麼好的一個相關的 視覺化的工具 那當然在決策上面一定是大大的加分 OK 請各位試一下 再來606 606這一題難度就更高了 我知道 馬上 谢谢